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财树长得优雅 还能帮人发财致富 因此人人喜欢 但是很多人抱怨发财树不是很好养 时常我们听到说 我们家发财树的叶子彻底掉光了 翘翘的难道发财树在我们家就待不长 其实发财树也是一类 懒人花卉植物 和其他的懒人花卉植物一样 最最好养 但是养花的人要知道一点点发财树的习性 先说一下发财树的来源 发财树确实是树 又叫呢阿拉巴里 这是马来语 这也说明呢 发财树原本生长在阳光热带 一般可长十几米高 因为呢发财树长得快 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用现在的话说呢 发财树其实是一种商品树 在那里呢用来造纸 树的果实也能吃 有一种栗子或花生的味道 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大面积种植的商品树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发财树 有很多传说 我们说几个 一个呢是 有一个马来西亚或台湾小店主 买来几树 马拉巴里 也就是现在叫的发财树 准备种在院子里头 无奈呢来了台风 他就把这几树啊 放在花盆中 堆在店铺的角落 台风过后啊 小店的生意突然形容 几个月后 小店主在点钱 这时候才注意到角落里的马拉巴里 也就是现在叫的发财树 长势旺盛 小店主就认为这个树呢是复兴 故称之为发财树 下面呢是另一个传说 又是一对马来西亚或台湾小夫妻 他们要大面积种植 马拉巴里 这是一种商品树 可以用来造纸 他们买了很多树幼苗 无奈呢又来了台风暴雨 他们就把这些幼苗呢堆放在家中 在台风过程中 丈夫没有事情做 丈夫就给太太扎辫子 丈夫呢觉得幼苗挺好玩 就把几株幼苗也扎成了辫子状 台风过后 夫妻两个就把幼苗苗呢都种到地里头 但是小夫妻把扎成辫子状的树苗呢 种到了花盆里头 几个月后 这些树苗竟然按照辫子状继续生长 而且长得不错 小夫妻们 机灵有商业眼光 看到了发财机会 他们把其他的马拉巴里树苗呢 都编成辫子状 种在花盆中 他们给起了个很好的名字 叫他们为发财树 应该说要发财树先被日本人喜欢 大面积在家里养殖 然后传遍了全世界 上面的传说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呢就是发财树 喜欢潮湿热带气候 第二呢就是发财树 不需要太多关照 关键是发财树确实能够发财 也确实是懒人花贿 这几张照片告诉我们 发财树运输时的状态 简单粗暴 主要是想说明发财树 确实不需要过度管理 也不需要太多的打理 现在讨论一下 在家中养殖发财树 首先说一下发财树 对阳光的要求 总体说是可多可少 如果室内阳光充足的话呢 发财树就长得快一些 如果室内的阳光不足 那么发财树呢 自然就长得慢一些 发财树为什么会掉叶子 发财树掉叶子 是它的正常的新层代谢的 一个过程 不必过度考虑 但是有几个因素 会导致发财树过度的掉叶子 一个原因呢 就是过度的浇水太多 太频繁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浇水太少造成干旱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大家往往忽略 就是过度的施肥 发财树对水和肥料都非常敏感 简单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少浇水不施肥 它是典型的懒人树 发财树浇水 推荐的是每两周一次 如果室内非常干燥 那就要一周一次 浇水呢 多于每周两次 就会掉叶子 但是如果两周不浇水呢 也会掉叶子 发财树的施肥 发财树主要从空气水分中吸取营养 这也是为什么发财树喜欢湿度大的环境 如热带雨林 热带岛屿地区 因此啊 发财树不需要额外施肥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发财树它本身的根系很小 过度施肥 就会烧坏根系 掉叶子 发财树的叶子形状优美 但它们也有个性 那就是对环境如果不满意 它们就要掉叶子 要想发财树不掉叶子呢 也很简单 懒人的方法 第一呢 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 第二呢 就是把发财树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第三就是两周浇一次水 也许 为什么发财树是发财树呢 就是它不需要人们更多的照料打点 让人们有时间去发财 谢谢观看收听 如果有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如喜欢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示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观看收听 谢谢观看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